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很久我們有更新核心利希特的影片了 所以今天來聊一下核心利希特的日常 另外就是我剛架設好了自己的 discord 頻道裡面有核心利希特的專區 所以假如說想來我這邊聊核心利希特的話 也歡迎大家進來我的discord 官方的各種公告也會直接轉發進 這個dc 頻道裡 好那我們回來跟要核心利希特 那其實因為目前的核心利希特真的是 非常非常長草期 每天我登入進來核心利希特 基本上就是看到自己的空島工作室 這邊的資源又爆滿了 其他就是打掃一下家裡 然後去好友家看看他們家的垃圾 怎麼樣把他們家也給清一下 基本上這就是我核心利希特的日常 最後把體力丟出去掛幾次機 然後就下線 真的非常非常長草 啊這個垃圾怎麼清不掉 好清掉 那其實這樣的狀態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 自從第一次的更新赫茲結束之後 就沒有推出任何新關卡 然後我們就慢慢給你角色嘛 但是 這些關卡目前而言是 完全沒有任何挑戰性 老玩家在這裡面就是 每天上來掛機把資源用掉 然後再等到晚上7點到9點 如果剛好有時間的話 就上來打幾場PVP 因為他PVP模式 本身是還蠻好玩的 但除此以外 就完全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那新玩家呢 新玩家去挑戰這些關卡 應該還是蠻有挑戰性的 但新玩家比較少 因為 這遊戲在開服之後 他的活動都是有現實的 包括那些新手活動 所以在活動結束之後 現在新玩家進來 是完全沒有任何福利的 這樣就非常難吸引到新玩家進來 進來就是地獄級難度 所以目前的新玩家也比較少一點 那說實話 這個遊戲雖然在 推出之後 可能大部分的 遊戲性都已經做完了 但是在遊戲性以外的地方 可能還有 蠻多需要加強的空間 那這些問題 其實不是我知道 玩家知道 策劃跟這些遊戲的設計者 應該也知道 那在最近一起 他們有做一個 策劃面對面 就是根據在那個 DC 官方頻道的玩家的提問 來去回答 他們可能有收到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策劃面對面好了 那其實他們有收到 跟回答的問題數量 是還蠻多的 我不會把所有的問題 跟解答直接放上來 我會把它 經過我自己的修飾 精簡化之後再放上來 那一切都是以官方 DC 那邊的解答為主 我這邊的解讀 假如說是 你認為跟你的想法不一樣的話 那沒有關係 你就是參考官方的 我的就是 是我自己的看法 跟我自己 對他們的問題的一個理解 那你們猜 最多的問題是什麼 最多的問題是關於空島 假如一段時間 沒有玩遊戲的玩家 可能會覺得有一點奇怪 為什麼是關於空島 這不是核心玩法 但我現在真的 每天上線就是玩空島 我每天的那個掛機 就是完全不看畫面 所以 稀稀一講 關於空島有最多的問題 好像又很合理 那我簡單統整一下遇到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在每次貿易中心升等之後 要花費更多資源 但能夠拿到的東西 基本上跟前面的差異不大 所以收益報酬非常小 再來就是工作室 資源產出沒有幾下就直接爆滿 在工作室內部的話則是 原料機器都太大 假如說想把所有的原料機器塞進去 很有困難 後面 假如說我在升等我的A級法 把它變到越多機器 就越難放進這空間 而且就是點那個加速的時候 非常容易點歪 那我們這空間概念 有一點點小問題 那到旁邊的宅底這邊 他有限制 宅底的家具擺放空間數量 所以雖然有多的空間 但我也上不了任何家具 最後就是這個空島核心系統 要透過分解彩色的機器才可以拿到 基本上就是等於 我們可能要玩個一年左右 才可以拿到這些合金 等於完全拿不到 而且如果我彩色機器都可以分解 我要到這裡面買紫色機器幹嘛 那這種問答通常 大家希望得到什麼答案 應該不會是 會持續優化 後續也會再做調整 那對於這個大家已經很明確知道 有大問題的一些系統 這個回答有一點點不及格 因為給的方向性不足 但假如說像是 策劃有回答的一些其他問題 像是 角色主線的深優補全計畫 這個因為我本來對這些東西 會不會補上 是比較摩登揚可 而且訊息比較不清楚的 所以單純有一個 會有可以期待的訊息是可以的 但是像空島這些問題 他實在是明顯到 假如說一個正常在玩遊戲的人 可能都會注意到 所以我自己是會期待 他有更多明確的答案 而不是這種比較摩摩兩肯的回答 當然有出來面對面 還是很好很值得鼓勵 那我們看到下一個問題 接著有很多關於PVP的問題 那我想原因也主要就是 在空島結束之後 每天我認真有玩的時段 也只有PVP的時段 那大家都比較好奇 會不會有新的PVP模式 或者增加他開放的時段 那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是 會後續會有新的模式 目前正在開發好友對戰 關於PVP的平衡也會再做調整 至於會不會加開時間 目前他看起來 應該是沒有這個計畫 因為目前的玩家活躍情況 可能還沒有辦法讓他加開時段 那這邊的回答 我自己是覺得 比空島那邊的回答要明確一點 可能現在PVP是策劃 重點關注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那關於PVP的問題 當然也有玩家去做提問 那老實說 我自己真的覺得 他的漲草期有點太久了吧 那在這部分得到的解答是 8月會有兩人活動 而且正在嘗試 去做重裝的一些平衡 那每個遊戲都有漲草期 所以我能夠接觸有漲草期 但漲草期同樣也是 最容易流失最多玩家的時候 所以這段期間的活動安排 跟留住玩家的方式 就看策劃的手段 總不可能都是靠牽到吧 再來就是也有非常多 關於角色 陣營平衡的一些問題 但這些平衡的問題的解答 老實說就講的跟沒講差不多 因為他們就說 後續可能會有優化 在根據玩家的反饋做調整 總之這些陣營的平衡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也不會特別期待 官方在這一次的回答中 能夠給出什麼答案啊 畢竟他每一次削弱角色的反彈聲 都超級大 然後他的平衡 基本上也不是用關卡來做平衡 因為他關卡推的真的蠻慢 所以我覺得他短期之內 肯定是不太敢去再動這些角色 而且有些像文本問題 根本就是推出來之前 就應該要做好功課 那我是覺得官方打算 後續靠換版本 換地圖來去做這些平衡啊 但是他推出真的太慢了 所以短期內我覺得可能看不到這些更動 下一個問題 就是金錢和經驗關卡的一個40體力的平衡 那我覺得40體力其實是沒問題的 因為 假如說他體力變成20體力 我得多掛兩場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高體力 高報酬 當然也有些玩家喜歡低體力消耗 然後可以比較乾 多玩一點不同的模式 那根據這兩點策劃都有給出解答 第一個就是會有後續 性價比更高的資源關卡 希望可以多花我一點體力 然後拿更多獎勵 然後第二點就是 後續會有一些可以不用消耗精神力 也可以去乾的關卡 而且也會有更多投放體力的途徑 所以這算是對金錢經驗關卡 一個比較完整的解答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優化 那最後還有一些問題是 關於遊戲的內容或者一些體驗的追加 未來我們可能可以看到關卡掉 道具的機率 可能在戰後可以看到角色的戰後結算 新手難度可能也會有優化 未來我們可能可以看到自己的抽卡記錄 可能商城會有更多的新禮包 那這些東西官方給出的答案 都是後續會再有新增 至於什麼時候新增 官方沒有一個明確的日期 有可能是也還沒有計劃好 當然更詳細的內容 大家可以去官方的discord 或者各個社群應該都有轉發討論 那最後簡單說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覺得有這個策劃面對面的活動 是還不錯 就是至少官方有在跟玩家溝通 我們有了解一下官方目前的開發進度啊 未來的一些規劃 或者單純玩家讓官方知道 有些問題可能是你需要比較重視的 不過這很像畫了一個大餅 然後玩家看得到吃不到 目前就是還沒有任何更動 所以玩家當然就還是會比較不滿 不過也主要是這遊戲的問題有一點點多 太多東西有點像 測試服才應該出現的小失誤 好吧不管如何 希望他畫的這些餅在未來 能夠盡早兌現 在他兌現以前 大概就是未來可期 目前我自己是就繼續漲草著玩 然後大家如果想找我也可以到DC頻道找到我 也希望他這些優化都盡早兌現 然後 下一次的策劃面對面 如果玩家都可以帶來的是不一樣的問題 而不是同一次這個策劃面對面的問題的話 就代表他這一次的面對面做的還蠻成功的 所有的更新都優化到了 好啦那希望核心越來越好 這部影片也就先先要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然後影片下方有DC群 想加入的可以直接點連結加入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